欢迎收看大家的观看 我是林云奇 花莲市长田志轩因病过世 这个市长这个位置要举行补选 明天就要投票了 这场选举看起来 大家好像认为说 它只是后山花莲一个地区的选举 但是呢 因为这是蔡英文总统全面执政后的 第一场地方选举 对民进党来说呢 可以说是执政的考验 而对国民党来讲 花莲一向就是蓝天大于绿地 为了要巩固票仓 也提升了服选的强度 不但两党有激烈的竞争 刚刚赢得花莲区 立法委员的萧美琴 对他来讲也是有雇票的压力 而对花莲王花莲县长傅坤奇来说 也是输不得哦 这场后山的选战要怎么样去解读 输赢又会牵动怎样的政治版图 等一下就要请专家来解读了 先介绍今天的特别来宾 民进党立法委员刘诗芳 大家好 以及567联盟发起人张思刚 大家午安大家好 直升媒体人王时期 大家好 网络观察家朱学恒 各位大家好 我们来看为了赢得花莲市长的选战 可以说是蓝绿大动员 蓝绿大咖都是轮番上阵 国民党主席洪秀柱呢 也亲自到了花莲 替代表出征的魏嘉贤来服选 而民进党的候选人张美惠 找来了时代力量的林长佐站台 要来抢攻青年选票 强调会延续前市长田志轩的理念 给花莲市民最好的生活 我们来看最新的花莲选举现况 幼儿园门后出现超大皮卡丘人偶 小朋友和家长又惊又喜 花莲市长补选关键倒数 民进党候选人张美惠 不只有超夯宝可梦宝贝助阵 时代力量立委林长佐也跨党相挺 依依跟摊贩鞠躬握手 林长佐高人气 不少婆婆妈妈开心要求合照 林长佐呼吁年轻选民 一定要回乡投票 其实感受到很多市民朋友的支持 不只是小朋友对皮卡丘的支持 还有家长对美惠的支持 所以我想我们就继续努力 那用所有的方式 让花莲市的市立幼儿园的家长们 都感受到市公所田志轩 田志轩带领的团队都非常的用心 张美惠 动赏 美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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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动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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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美惠打出政策延续牌 抢攻清免选票 对手国民党候选人魏佳贤 则是找来党内大咖助攻 其实他们说这个很有名啊 然后就想到经过选人来 这边就猜 党主席洪秀柱亲自南下 为其三天辅选行程 特地挑了历史悠久的扁食店 强调国民党如果打赢这场选战 一定会振兴花莲观光 花莲如果说选不对人的话 未来的前途也是堪虑的 大家看看最近观光产业的一个惨状 今天所有的产业能不能够复苏 重点就在两岸政策 就在所谓的九二共识 很多事情他一定要把话说清楚 讲明白 洪秀柱炮打蔡政府两岸政策 更批民进党把花莲当四等公民 不过国民党也坦言选情紧崩 立委江启臣也来助政 花莲市长补选胜负 周六结果揭晓 好 刚刚在看影片的时候我们提到 其实这次花莲市长的选举 应该是有五个人选举 但是大家都把重点放在 魏家贤跟张美惠的身上 所以在一开始我想牵挤教一下四纲 你对这一次国民党魏家贤 他的选情 你觉得他有把握 你们有把握赢吗 当然以目前的这个大环境来说 当然是民进党执政这一段 刚好是明天是100天 所以明天刚好100天 那这一两天都很多的民调 都看得出来这个民调的成绩 都不是很好嘛 甚至出现有些媒体的调查 出现了这个死亡交叉的一些情况 所以说如果说以明天的 这个大环境选举投票的话 那似乎是对在野党 比较有加分的效果 但是票没有投出来 大家都不敢讲 可是这个在野党之所以在野 也因为曾经有八年的时间 不是那么令人民满意 是啊 所以我们得到教训 但是大家给这个民众 给民进党的新政府很大的期待 但是100天之后我就发现 不期待落空 我们讲100天 倒不是说你100天 非得做出什么成绩出来 而是说一个100天过去 里面的一个态度 一个给人民的信心 一个做事情的 他遇到事情之后 他的政策的态度 他站的立场是什么 大家才会对这政府有信心 才继续走得下去 所以倒不是说100天太短 而是看的是信心 看的是这个未来值 所以我们迁到 回到这个花莲的话题 那魏嘉贤是很难得的 这个国民党过去几年里面 比较年轻的世代 出来代表选这个市长 这个层级的 才30几岁 对 才30几岁 所以以国民党来说 是一个在后山崛起的新生代劳 那第二个 那以魏嘉贤来说 他过去他们在这个地方 他已经做过现议员 他不是突然冒出来的人 不是冒出来的人 那再来第三个 这个坦白讲 花莲选举还是要看富坤 包含他太太 还有过去那个蔡奇塔 前任的花莲市长 他们在地方的经营 要怎么样把他的力量 灌给魏嘉贤 那再来很重要一点 补选的时候 投票率往往就是一个胜负的关键 特别是像这个补选 其实在全国的这个报道里面 并没有很凸显 而是到最近这两天 大家才去谈这花莲选举 所以外面 外电游子 这些人们有机会返乡 有没有时间会回去 我觉得这也是关乎这个 双方阵营 胜败也很重要的关键 但总而言之 如果明天补选 谁能够把自己的基本票 推出来投票 谁的胜率就大一点 那我们也看到 其实这次选举里面 民进党也把它提升到 成绩很高 成绩很高的选举 包含很多的党内的重要人士 通通都下去 只差蔡英文 蔡主席 没有下去 其他很多的大咖都下去 所以有点输不得的压力 所以有点输不得的压力 所以我觉得蓝绿 明天这边可以作为一个检视 但不能把明天的选举 看为太多的意义 毕竟它只是局限在一个地方型的选举 所以最后一个晚上 最后大半天 大家努力双方阵营把票要催出来 要打电话 要把票催出来 所以斯刚你会认为说 投票率高对国民党是有利还是不利 如果以目前环境来说投票率高 是对国民党稍微有利 因为可能对于大环境不满的人愿意出来投票 再来你过去的基本盘里面 蓝略大于绿 虽然萧美琴这次上次立委选举选得不错 但是以这个大盘来说还是蓝略大于绿 再来你花莲是很多靠观光业来生存的 是它一个很重要的产业 观光业的这100天以来的衰退 也让花莲的民众心里面还是蛮有感的 那特别是它的观光距离集中在花莲市 所以能不能把这个对新政府不满的票催出来 然后希望有一个新的人新的面孔 来主持的花莲市政 我觉得是国民党一个关键 所以委员 这个斯刚听起来是对国民党 魏嘉賢赢的这个选战还挺有把握的 我们看其实在民党的部分是张美惠出来 那可能一般民众对张美惠不熟悉 但是因为他是田市长的遗伤 但田市长在花莲市是很受到市民的肯定 那花莲市民会不会就是爱屋及乌 有这样的一个概念 然后把票投给张美惠了 对 这次花莲的选举 刚刚斯刚有特别提到说 是对这个蔡英文这个施政100天的一个 满意度的一个总检讨 但是斯刚都忘记了 在这次花莲市长选举的时候 两党的候选人都尽量降低政党自己本身的色彩 因为不管说是蓝天大于绿地或绿地大于蓝天 对于候选人本身的特质其实非常重要 就好像田志轩他是民进党籍 他为什么可以在花莲市执政 那是因为他真的是很认真很怕病 所以也因为这样子的过世 所以很多花莲人会很缅怀 志轩在花莲的服务 那这方面爱屋及乌的票一定会有 那但是对这次的选情 民进党是抱持五五波 为什么呢 蓝天大于绿地 这个候选人他自己本身 国民党的候选人本身就有知名度 再加上他的家族 真的是一二十年来 所有在花莲市叫了出来的市代表 议员 体育会理事长 包括有没有买票 姓魏的都很多 所以人家会觉得说 如果这一次投票率有特别高的话 会不会是跟买票 或是没有买票也有关系 所以我还是呼吁第一件事情 台湾的民主法治 已经非常进入 这个高度的一个文明的时代 千万不要受到买票的影响 那第二个选嫌语能很重要 美会呢 他其实长久以来 在志轩旁边 因为我有到花莲去 我有跟他谈过 他非常认真 包括志轩在选举的时候 挨家挨户 哪一个角落呢 有哪一些弱势族群 或哪一些欧巴桑 或是哪一些弟弟需要帮忙 他其实都跑在前面 但是因为是他的先生在当市长 所以他名字并没有在 报章杂志上浮现出来 那这次他愿意冲破 他对田志轩的怀念 然后出来当家 我觉得花莲市的市民 要给他这样的机会 那至于说 有没有上纲道 对于下一次花莲县长的前哨战 甚至是未来的总统的选举 我觉得真的太远了 不要讲到那么远去 我觉得还是很重要一件事 就是说 尽量把自己认为在花莲市 怎么样取得大多数 花莲市民的认同 把它催出来 只是说这一次花莲市民 总共的选民数值有8万多 如果我们的投票率不太高的话 那就看真的回归到基本盘 刚刚主持人有提到说 可能在这个地方 国民党的票略大于民进党 但是民进党的支持者 有一个好处 他最后选举的时候 都会去投票 所以我觉得说 今天晚上 到选举的法定时间结束之前 所有的大动员来讲 对于民进党都很重要 那当然包括说 那个时代力量的Freddy 也去那个地方 看能不能催出一些年轻的选票 那我还是一样 拜托一下在外县市的 年轻的花莲人 要回去投票 花莲的土非常的黏 那他们跟我讲的 花莲土非常的黏 你一旦过去就不想离开 那你不如让一个可以在花莲 慢慢来缅怀田志轩市长 在那个地方的耕耘的成果的 美会可以让他当选 来延续花莲市的光荣 那至于说产业的发展 等等这些 如果要上纲到 宪政上面的比率的话 可能就变成是 萧美琴跟傅昆琴的对打 我觉得这样反而不好 回归到候选人本身 比较重要 是 所以四方对美会也有信心 我非常有信心 因为他真的是非常 适合一个当家的市长 所以其实虽然 刚刚委员提到说 不要拉高到那么高的层级来看 可是这某种程度上来看 对当事人来讲 比如说对国民党 或对民进党 或对刚刚所提到的 萧美琴 王庭生 或是傅昆琴来讲 其实都有各种 不同的意义在 等一下我要请教时期 我把它来看说 在今年的总统大选当中 但我们知道最后是蔡英文赢得了选举 可是花莲可以说是少数民进党 输掉的县市之一 得票率我们来看 在总统大选的时候 可以说是国民党的得票率 有49% 但是民进党却只有39% 那我们刚刚在VCR当中也可以看到 这个国民党的主席洪秀柱 也是卯足了近在辅选 所以这场市长之争 其实某种程度上来看 是不是可以把它解读成 这是洪秀柱没有选完的 总统之战的延伸 我觉得比较不太能够讲说是 洪秀柱没有选完的总统 只是说在花莲这个地方 本来传统上面的确是蓝 很大幅度的赢过绿 但是在最近的这些年 其实绿有慢慢的成长 否则也不会有当地的 萧美勤立委就有绿的 然后就被选上了 所以那个板块是 有一点点微幅的在 移动 对 有一点微幅的移动 但整体而言仍然是 蓝看起来是比较大于绿 所以我们才看到 洪秀柱好像三天两头 就往花莲跑 感觉它跟那边还比较对位 就是洪秀柱本身的路线和形象 感觉上到那个地方去是 它有回家的感觉 对对对 那个气氛上面是比较合的 那这一次的选举我觉得 它的确是一个地方型的补选 它的人数其实不是太多 的确就八万多 刚刚委员听到的 那所以通常补选 地方型的补选 然后这个投票率要充很高 其实是不太容易 那我们刚刚看到的是 总统大选的这个得票 总统大选的投票率真的比较高 大概都有六成多七成 那可是补选一般来说 比较难冲破这样子的 这个这样子的投票比例 那但是现在看起来 我觉得双方蓝绿 的确是处在一个紧绷的状态 为什么会这样讲 是因为你看到 当地双方都各自找了 很多的明星去 绿的也去找Freddy 也去找各个执政县市 他们绿的执政县市的各个县市长 蓝的除了有洪秀柱 他还找白狼 那尽管白狼的形象 不请自来的狼 就算他不请自来 也犯不着大家赞同一排 手牵手这样喊动算嘛 对不对 可见对于国民党的候选人来说 他也是欢迎白狼这样子的人 帮他站台的 尽管他的形象有争议 但是也看得出来 双方上面的确在 这个请来的站台的人上面 有一些角力 还有我朋友传了一张 这个当地的选举照片 譬如说就是这一张 这张照片其实是绿的张美慧 他挂的 然后他的意思就是说 田志轩因为做得很好 希望可以延续这样子的精神 那结果蓝的就在这边 就在他的宣传布条上面 直接挂上去 盖住田志轩的名字 可以这样吗 为什么会这样 我觉得看起来就是因为 田志轩对于花莲市民来说 是一个很好的印象 他的确有可能会把他的这个民众 对于他的认同和怀念 会灌注到他的接班的张美慧身上 那引起对手的紧张 所以我要把田志轩遮起来 让大家不要看到说 田志轩要灌的人是张美慧 然后就把这个自己的这个布条 然后直接贴在上面 这样还蛮有趣的 这样遮得住吗 双方还蛮针锋相对的 所以在这种情况看起来 双方现在是处在一个 比较紧绷的状态 那国民党的这个人的部分 他在当地也是政治家族 本来就有固定的 既有的这个政治势力 所以他就算不是今天才冒出来 但是因为他家族经营的那个关系 使得他看起来是 这个不像出身之毒那样子 从头开始那只是说这个家族 在当地的形象上面也好 然后过去曾经从事过的行为也好 观感上面对花莲来说 是不是真的那么好 所以家族倒是加分还是负担 对就很难讲 再加上又有白狼跑去站台 我觉得就这个整个目前台湾社会的眼光来看 并没有办法那么的正面 那还有另外一个我觉得这次投票的局限性 是年轻选票 因为这几次的从前年1.129 一直到总统大选 其实年轻票在选举当中扮演了 还蛮关键的角色 但是这一次的局限是在 现在是暑假的最后一个礼拜 下礼拜就要开学了 会不会有很多的年轻的 有投票权的学生 其实是已经回了学校 然后就没有办法去投票 那我觉得这些是可惜的 那这方面我觉得双方可以再多加强 如果你们要争取年轻选票的话 是 四刚 这次的选举比较像是打地面战 其实双方还是以双方的地面战 作为主要的战场 那你说这些天王或这些什么 Freddy他们去站台 其实我传回来一些讯息观察 其实都没有引起好像媒体 像所讲那样的瞩目 所以毕竟还是投票之后 花莲还是看人亲土亲 并不是靠外在这个天王来去吹票 那第二个呢 这次的选举呢 刚才我们看到 其实张美惠那边 其实也淡化他政党色彩 他也不是用绿作为他的主色系 那所以看得出来 其实大家绿这边有些想把它淡化 不要把它变成一个 好像是一个民进党 一个检验型的投票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 我觉得明天的选举 还是回到吹基本盘 基本盘谁能吹出来多少 谁就获胜的几率就大一点 但是未来的两年后的花莲现场选举 会不会从这一次市场选举去看 我倒觉得就是太放大了一点 因为到时候投票率的这个一块 跟未来现场还是有很大的差距 有一点点端 你还是可以看得出来 刚刚讲到吹票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Freddy 也是非常认真的到花莲去帮忙助选 所以我想请教薛河 你怎么看这个时代力量 在这一次这个助选上面 是不是代表说时代力量 跟民进党的合作 这个你有怎么看 没有 我觉得坦白讲 我讲话比较直一点 时代力量只有在这种 不痛不痒的地方 表示跟绿营站在一起 那请问在劳工政策呢 请问在一立一休呢 请问在是不是要二立呢 时代力量到底是站在追打的那一边 还是站在捍卫绿营 这个相关的执政威严的那一边 我觉得坦白讲 这个都算是个人行为 也就是林长佐要去那边 不痛不痒的握个手 大家都跟皮卡丘握手 其实没有人理他 那他觉得这是很大的恩情 那没问题 那是林长佐的决定 但坦白讲 这一次整个花莲市长的选战 有不少非常直接的攻击 包含了谁谁谁的 哪一个家人以前做过什么事情 犯过什么法 或者是谁谁谁 这样子根本就是家族政治 然后没有很进步 这个部分其实攻防很激烈 但是真正在政见方面 或者真正在相关到底花莲市 未来要怎么走方面 其实这个议题没有扩散 所以这一次的选举有一个战术上的挑战 就是我刚刚讲 你说年轻人会不会回来投票 要看这个议题有没有扩张到全国议题 或是被全国所报道 但坦白讲直到目前为止 你如果是花莲市的年轻人 你好像没有看到什么非常剧烈的退辞一步 急无死索 你一定会回去的这种宣传或者是方式 所以它会产生一个问题 就是那是真的投票率可能没有办法因此提升 而所谓也就是传统上比较支持绿营的年轻人 也没有那么强烈的动机要投票的时候 这其实在这一场选战里面 有个比较大的挑战 就是看得出来蓝营以后 大概每次都要把他扯到中央阶级 也就是你每次都要把蔡政府的施政 跟任何地方选举 地方的民意代表全部绑在一起 那蓝营这一次不管会不会获胜 他可能看到了这方法好用 所以我以后次次用 那对绿营来讲就有一个大挑战 那以后如若还有类似的补选 如若还有甚至讲远一点 未来的地方执政首长的选举的时候 你会不会被用同样的方式来酌于应付 你到底要不要替中央辩解 或是你到底要站在哪一边 我觉得从这个小选举上面 可以看到未来蓝营的整个战略到底要怎么走 可是在这种前提之下 绿营是不是准备好迎战这样子的战略 我觉得大家要好好思考一下 否则未来双方都这样打 你做地方选举 结果人家用中央高度来打你的时候 它会产生一个迎战上的挑战 我觉得大家要思考一下 那同样的 你在整个选举规划上 能不能拉高到被全国所瞩目 至少在这一次的选举里面 相对来说没有那么成功 我觉得两边可能都要思考一下 到底是真的因为地方小 或者是你们没有提出全国瞩目的议题 我觉得可能要稍稍再讨论一下 这个地方小不代表它不重要 我觉得深耕 其实这种地方性的选举 深耕当地是非常重要的 尤其我们看到萧美琴这一次的胜选 我们想一下说其实在2010年 我想请教一下委员我们来看 这个萧美琴在2010年的时候 有参加发发联立委的补选 那当时呢 他是用6000票之差 输给了国民党的王廷申 这6年来他做了很多的努力卷土重来 在今年的立委选举当中 反而倒影了王廷申有一万多票 而且得票率突破了五成 我们如果从这个总统选举来看 民进党其实并没有完全攻克花脸 刚刚看到他得票率并没有那么高 但是萧美琴他却是胜选了 所以这个花脸对民进党来说 好像也不再是铜墙铁壁了 你怎么解读 这个花脸的选民的结构 还有选民的心态 那时候萧美琴能够赢 那田志玄也赢了 张美惠有没有办法再接棒下去 再把民进党这一块版图 再给强固下来 刚刚学恒有特别提到说 两个候选人的证件都是模糊的 事实上刚好相反 张美惠的证件 其实就是田志玄他的证件 就是照顾偏乡 照顾原住民照顾弱势 然后服务有效率 那我想在一个花脸市这样的选举 这样的证件 是可以吸引人打动人的 那反而呢 另外一个国民党的候选人 他就是抄张美惠的证件之外 他还强调 他会是田志玄的接棒人 愿意做同样的事情 也就是他想用模糊的策略来模糊 对于很多张美惠证件上面的抄袭的作用 那但是呢 这场选举不是只有这种所谓的文宣战 还有那个地方的组织战 地方组织战我们刚提到了 这位卫家呢 他们真的是县议员 市代表 市代表主席等等这些包山 包海 包很多 然后很多道上的朋友也都来帮忙 那美惠呢 他就是一个遗孀 因为田志玄跟美惠结婚以后 他们并没有小孩 那美惠愿意这样来帮忙 大概是很多民进党的朋友愿意加进去 那最主要为什么这样的帮忙 不是因为他有民进党的影子 而是因为 这些人他觉得说价值观的选择很重要 所以他们愿意帮美惠踏出这一步 那刚刚主持人有在问说 花莲那个肖美琴 他其实就是强棒 他在第一次挑战王挺胜的时候没成功 然后第二次呢 是以民进党的部分区立委 在那边蹲点 蹲到这一次选举的时候反胜很多 而且他的得票呢 还比我们现任的蔡英文总统还多出来 我刚好在他选举的一个月以后还去找他 他那个时候还烧瞎 因为花莲真的非常狭长 他不是只有花莲 是整个花莲线 对他很拼 对他非常努力 他每一件小的事情 他把它当成非常重要 一件小的原住民的事情就当成很重要 所以美琴可以赢得一个很大的原因 除了努力认真 然后他的价值观选择之外 还有原住民愿意支持他 是 所以这一次美惠 他为什么会需要突破这个障碍 就是说在花莲市的选民结构 除了我们所谓的这个 喉喉人 然后客家人 然后外省族群以外 还有原住民 那原住民愿不愿站出来挺美会 有他原来的基本盘的部分 有宗教了都没有问题 可是还是很重要 我讲过了 长久以来在台湾的这个民主政治的选举上面 越是偏乡 越容易被人情跟五个小孩打动 这个其实是最难去突破的 而且看起来如果我们投票率不高 假设是五成以下的话 我觉得双方的差距可能就是在一两千票之内 所以为什么选战会非常胶着 不要说激烈非常胶着 那年轻人要不要为自己的故乡而奋斗 其实他重要一点就是愿意买票回去投票而已 买车票回去投票 买车票回去投票这件事情而已 而不是上纲到说哪一个是执政党 因为执政党在花莲 现在的执政党其实是富坤岐 那他是五党岐 花莲县 那他的泰坦是国民党的部分区 所以在这个地方政党的分纪是模糊的 那如果政党的分纪是模糊的话 就看看我们选出来的候选人 我们能不能把花莲市的未来付托给他很重要 所以我们强调价值的选择 更何况美惠他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认真 虽然他的知名度可能还没有像现在的国民党候选人这么的强 但是我相信他对于小孩子的关怀 他一定会赢得最后的胜利 我们还可以期许他继续努力 我刚刚听委员这样讲 觉得这个张美惠原本可能只是田志轩的张美惠 他现在做花莲人权花莲人的张美惠 有这样的一个概念 我想请时琪一起来看 我们来看一下王廷生跟萧美琴 他们二度交手 那他们曾经在2010年的时候 那时候萧美琴拿到四成的票 其实这个得票率已经是打破了以往 应该说民进党在花莲的一个比例 本来大概是7比3 现在已经拉到差不多6比4 然后在2016年的时候 却又突破五成这样来看 所以这一次可以说 民进党没有获得多数花莲选民的认同 但是民众却是大力支持萧美琴 而不是民进党 所以这一场要去力挺张美惠市长之战 我们知道萧美琴委员也是非常的认真 在花莲浮选 所以萧美琴的压力是不是也会很大 有非赢不可的一个压力在 多少啦 就是难免一定会有这样子的压力在 我记得萧美琴曾经跟我讲过一个 他选举当中的故事 那我就很佩服这个小女生 就是他其实年纪还蛮轻 可是他那个拼静的那种毅力 你叫他小女生啊 他年纪比我小 对 对他那个毅力和那个拼静 我觉得实在是还蛮让人敬佩的 他就到处跑 譬如说中秋节 然后不是每一个社区都会办各式各样的活动 所以那个时候明代就其实非常非常的忙碌 然后呢 因为他也没有资源 党也不会给他什么钱 因为没有一个没有党产的政党 那所以呢 他就告诉花莲人说 他就是有一颗热诚服务的心 所以他就每一场都到 可是他每一场都到的时候呢 他因为没有资源没有钱 所以他没有带礼物去 那可是他一到现场之后就发现 他的对手三辆脚踏车摆在台上 然后下一个社区就是 就是舞台电视机 平面电视机摆在台上 然后结果人家这个当地的社区管委会主委 介绍他的时候就说 我们这个肖美琪女士也来到现场了 他带来两串娇 然后他就说他非常非常的穷 可是他就硬着头皮 告诉他们说 我即使带两串娇来 可是我就是服务的心绝对不少 那别人可能有脚踏车 提供脚踏车提供电视机 但是我是人到现场 我不是只有礼物到 那他每一个社区这样跑 他每一个社区都觉得很尴尬 因为每一个社区他都两串交 可是也是因为他这样子坚持下去 所以到最后他就可以翻转 那当然他的对照组 王廷生因为他当时在立法院的出席率 看起来也不是那么高 那所以我觉得对于花莲人来说 他们是会分辨那个事情的 那这一次的状况就是说 萧美琴拼了命在帮这个张美惠 那也是因为田志轩当初留下来的政绩是好的 他留下来的政见是可以获得这个花莲人认同的 田志轩当初在选举的时候是赢了对手一大半以上 那也就是说能不能够把这一股热情延续到张美惠上 这件事情是极为重要的 那刚刚这个学和有提到说 看起来是在野党就一定会把这种事情 打到中央级跟中央做连结 我觉得这个是战术上面的运用 这是一定的 过去蛮有国民党在执政的时候 民进党各地的补选也是这样子打 一战一战这样子打下来 但是这一次因为新政府执政一百天 我觉得花莲人要思考的是说 中央的执政好不好这件事情 他的态度是不是很重要 刚司刚也知道 他的什么样子的态度呢 是不是的确是在解决人民碰到的问题 也就是过去可能有累积下来 很多无法解决的僵局 劳工的问题也好 年金的问题也好 这个党产的问题也好 过去无法解决 很困难 但是现在的政府 他至少愿意面对 他愿意去解决 解决的方式大家可以讨论 但是有勇气去解决 我觉得那个才是一个政府的 有没有负责任的态度 那个才是人民应该要观察的重点 是 这一场在花莲市长的一个选战 国民党民进党都有输不得的压力 其实对肖美群来讲其实也是输不得 还有一个人也输不得 那个是谁呢 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告回来继续探讨 好 欢迎回到大家说看看 我们今天主要是来讨论这个花莲市长的补选 我们来看两位参选人 五位之二 应该是有五位参选人 但当然重点放在张美惠跟魏家贤 那这个魏家贤可以说是花莲的一个政治世家 那张美惠是花莲市长 已故花莲市长的太太 田志轩的太太 之前也是一个媒体人 那魏家贤已经曾经当过三届的花莲县议员了 这两个目前在座的来宾 对于他们的选情 看起来都是属于比较胶着的一个情况 那当然这当中有一个人 他也认为说其实这个 他也必须出来力挺魏家贤 因为为了未来的花莲县长的接班的布局 因为有可能让他那个离婚又复合的妻子徐真伟 本来是安排布局 可能要出来接班选花莲县长的 所以他现在就必须要力挺魏家贤 不能让这个绿营的版图再扩大 但是我们从几次的选战来看 似乎昆奇力挺的人好像都是落选 包括输给肖美琴的王廷生 你怎么看我想请教学和 你怎么看这个傅昆奇花莲王 在后山的选战当中 每一次的选举他所扮演的角色 其实应该这样说 傅昆奇在后山耕耘的这个深度 我跟他的广度真的是没有其他人可以比较 他实在太厉害 你现在去做相关的民意调查 大家知识度还是很高 不管你怎么骂动不了 那不管你怎么觉得 他什么课本上印自己的照片 或在什么东西上 怎么用自己的脸 怎么样怎么样 没有用 没效 你去问当地人 当地人觉得 哎呀不错啊 我这个也有补助 那个人也有补助 那所以没有问题 所以我觉得其实应该这样讲 你要分析傅昆奇应该要分析 就是他是不是能够让花莲人过得更好 或是花莲人觉得现在已经过得够好了 所以你今天要来跟他竞选 你有没有对岸 你有没有对应他的一个做法 说我可以比傅昆奇做得更好 我觉得傅昆奇现在几乎在整个后山地区 打遍这个选举无敌手 对那甚至我讲难听一点 那搞不好国民党的复兴基地都变在那边 那因为没有别的地方可以守这么紧 可是这有一个问题 就绿营要从另外一个角度思考说 民众也不是真的那么喜欢傅昆奇 可是问题是傅昆奇的施政 对傅昆奇的施政就是让你觉得 好没问题我在后山自给自足 然后我所有相关的补助你都有的时候 对民众而言 你如果把它升高成理念之战 那傅昆奇的理念是什么 坦白讲傅昆奇没有很明确的 什么我一定支持统一 或者是马英九万岁这种理念 他没有 所以他的做法就是民众照顾好了 大家吃饱饱 该有的权益 该有的旅游都能够做好的话 那民众就没有问题 而这几年一路走下来 其实当那民众跟他这个施政概念 是相吻合的时候 我觉得绿营可能就要思考的是 你如果要跟他对战 包含了他底下助选 那王廷生那个中间 坦白讲在地人都知道 中间大家还没有那么早合体 双方还有各自的问题的时候 那这次如果 如果傅昆奇是全力支持 认真发自内心的支持蓝营的话 如果全力还有认真 这个就要看傅昆奇本身的运作 他到底有没有跟党中央谈好 或者是现在是谁要听谁的 坦白讲洪秀柱现在的权力 不一定比也是要傅昆奇 傅昆奇至少是一线之掌 洪秀柱什么都没有 他连党产都要没有了 我觉得认真思考的话 其实某种程度你应该要分析的是 傅昆奇为什么在地势力这么稳固 其实很简单 他的逻辑就是大家照顾好 那理念我还不一定要跟你谈 那现在比较大的挑战就是 你如果要派去对应他 或者数年之后 你迟早在现场的部分 你想要绿营要跟他做挑战的话 你有没有比他更好的东西 你有没有比他更超越的逻辑 或是更强大的资源 否则现在其实 你去问花园很多在地人 他对于梳花改的议题 很多人还是觉得 新政府怎么做那么慢 或者新政府的立场 到底在哪里的时候 我觉得像这样子的选举竞争 到没有那么强烈 政治里面的地方 大家比的就是实际的福利 跟你照顾我的政策到底好不好 傅昆奇在这边真的做得很好 你可以不喜欢他 但你完全没办法动摇 他对当地民众的支持度的时候 我觉得这个大家要好好思考一下 其实许恒刚刚讲的很对 这种地方白不光 他其实最重要的就是要照顾 他的地方上的这些老百姓 大家都吃得好住得好 无忧无虑我有钱可以赚 但这一次的这个选战 我们可以看到张美慧 如果说他真的胜选了 我想请教委员的就是 他有没有可能就对傅昆奇会造成威胁 因为毕竟是花莲市在花莲县 算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 他如果说张美慧胜选了 会不会打破了傅昆奇 可能未来接班的一个布局 傅昆奇到目前为止 还是被称为花莲王了 那美慧如果胜选的话 短期内对傅昆奇个人 是没有什么特别的这个挑战 倒是美慧所代表的民进党 变成是在花莲市这个地方 延续田志轩的势力 但是未来如果是由傅昆奇的太太 徐贞卫出来代表国民党 选花莲县长 那民进党要推出强棒 在挑战上面就会碰到困难 这个困难就是傅昆奇 在过去八年所打下的基础 但是我觉得没有像学成 讲的那个样子 国民党大概也不可能把花莲 当成是国民党的井冈山 大家都集聚到这个地方 然后开始反攻复国 下一次总统选举就拿回来 绝对没有这件事 因为傅昆奇县长 他在经营花莲选民的方式 坦白讲 国民两党所有人都做不到 第一个他口袋要很深 他不用拿自己的薪水 然后每一年红白帖 红白包的这个数目字 都比一般的民代多一个零 太厉害了 但是八年来所造成的效果 就确实巩固了他当花莲王的基础 那下一个国民党的候选人 有像傅昆奇这个样子 或者是说傅昆奇的太太也会这样经营吗 我觉得会打一个问号 他的问号就是说 过去八年的执政 虽然满足了某一些人的胃口 可是对花莲的建设 你都是要仰赖中央 然后你现在上面的中央 如果是民进党执政 然后花莲市也是另外的 假设是民进党执政的话 他会造成这个三明治的夹杀的作用 那这样变成说下一次的县长选举 就会比较岌岌可危 可是反过来说 魏嘉在花莲市的势力确实非常大 魏嘉如果在当选花莲市长的时候 是不是也会间接造成说 更加的比赛加的徐真卫 他的势力来得大 我觉得也是可以参考的一点 所以到目前为止 傅昆奇虽然他的属性 比较偏向国民党 可是事实上是不是完全是这个样子 我觉得还有很多必须要考量的地方 所以各自有各自的考量 所以我们还是一样 像我觉得我非常钦佩美慧 为什么呢 智萱其实他刚过世不久 然后他擦干眼泪 你可以看到他没有像以前 如果遗孀出来的话都哭哭啼啼 然后到最后一天一直跪在舞台上面 然后阿公阿嬷这样一直叫过去 因为花莲的原住民 花莲的年轻选民 大概也不再接受这一套 所以我还是一样回归一句 我们的选择在哪里 花莲如果要有一个明确的 进步的一个花莲市的话 选择最好的候选人 我觉得美慧他的特质 而且他讲话都细细柔柔的 一定可以赢得花莲选民的心 对 所以这个对傅昆奇来讲 这个到底是朋友还是敌人 现在其实看起来也不一定 我们再看另外 就是马总统今天突然 又越上新闻版面了 不是他去登玉山的消息 而是在马政府时期的国策顾问 今天上午突然就举行了一个记者会 宣布要推动马席会来争取诺贝尔和平奖 不过也很快的前总统马英九的办公室 发出了新闻稿 强调非常感谢这个顾问的好意 但是他个人认为这件事情是不适合 也不鼓励他们来做这件事情 我们来听听前国策顾问的说法 我们一直坚持 和平是普世价值 是任何国家任何地区任何民族 都去追求的一个价值 我们有五六位国策顾问 有去拜访马总统 那曾经上次跟各位报告的 马总统对 我们要推荐他争取诺贝尔和平奖 充满微笑 充满期待 充满希望 但是他告诉我们 他自我取习要低调 好 在场各位好像都想拍拍手了 我想请教一下斯刚 除了刚刚的临水级前国策顾问 还有一位国策顾问叫刘胜良 他是说在2015年11月7号 在新加坡举行的这个马席会 不但促成了两岸和平的交流 有提升的中华民国 在国际社会的能见度 所以我们全体国人是引以为傲 要积极推动马英九总统 来争取诺贝尔和平奖 象征我们中华民国 追求两岸和平的努力跟贡献 斯刚 我们真的有引以为傲吗 是啊 我觉得基本上两岸和平 是一个大家普遍认为的 一个必须的事情 我想今天朝野政治人物 还有一般民间社会的朋友 没有人希望看到两岸是兵戎相见 每天大家在相互骂来骂去 当然在维持和平 创造和平 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必要的条件 所以说在过去马英九 这个八年期间 不管是世界上美国也好 日本也好 基本上都是认同说两岸的和平 是一个马总统非常重要的资产 所以怪不得说蔡英文 在竞选的当时 也说要维持现状 就是维持和平的现状 不是维持战争的情况 当然是大要的 这次100天的民调里面也看得出来 大家很多的民调都展现出 蔡英文执政之后 两岸的情况是倒退了 是倒退了 包括他旅行社也倒闭了 所以总此零零总总 大家看出来两岸和平是重要的事情 但是是否重要到 还没有在一个长时间的沉淀之后 就让马英九去搅除诺贝尔奖 我觉得这个部分 我觉得要时间沉淀一下 才看得出来和平的价值在哪里 那更的话马前总统 他也很快就做出一些回应 就是说感谢他们的好意 那他并不是说 他自己去主动争取 谢谢他们的好意 那此外的大家知道 都被有和平讲 很多人都曾经去争取过 包含前总统李登辉 他也曾经争取过 然后我记得盛言 盛言法师也曾经争取过 所以其实这一块只要有一些相关的人 去做联署 然后找人推荐 给诺贝尔的委员会 然后他会在其中筛选出的提名人选 最后再来决定谁来得奖 所以其实这是一个很冗长的过程 如果说林水吉他们觉得 蛮久过去在这八年 两岸和平推动OK 不错 我觉得基本上 只要他们内心肯定最重要 那更重要的是 我觉得沉淀这以后 全台湾的民众觉得两岸和平是重要的事情 我觉得这个比马恩九得诺贝尔和平奖的意义还更大 究竟马总统有没有这个资格去 可以去角逐诺贝尔和平奖 会不会成为另外一个台湾之光呢 我们先休息一下 广告会来继续来聊聊 好 欢迎回到大家说看看现场 在这一开始我想先请教学衡 这个前国策顾问要筹备一个筹小组 然后来推举马锡 因为马锡会呢 然后来角逐诺贝尔和平奖 我想请学衡来罗列几条 我们这个马英九总统呢 他应该得到诺贝尔和平奖的理由 没有 我觉得首先要建议这两位 前国策顾问刘胜良跟林水吉 我想现在有宝可梦蛮夯的 你没事干可以去玩宝可梦嘛 不要出来搞这些东西啊 那为什么我们会觉得今天这个新闻 非常莫名其妙的原因 第一个 坦白讲在这件事情上面 我竟然有点同情马英九 因为对马英九来讲 完全是人在家中做货从天上来 你坐在那边 然后接见几个前国策顾问 你想说就老人家来泡泡茶 结果没想到他突然提出来 马锡会啊 我们想要提名你 这个当这个全球诺贝尔和平奖的 提名你觉得好不好啊 那坦白讲他难道能够哭吗 难道桌子一翻把这些东西揍一顿 他也不行他只能照这个 林水吉说法就是微笑肯定跟充满希望 他也不能揍你嘛 那但是我必须要讲的是 这个事情真的很荒谬的地方是在于 第一个和平大家希望是可延续 而且能够帮助到很多人 那坦白讲你如果说两岸现在的状况 其实讲直接一点叫冷和平 那冷和平就跟冷火锅一样 跟火锅的原意是相违背的 那你今天这个和平是双方冻结交流 甚至所有的交流管道都封闭了状况之下 然后你告诉我不好意思 马锡会握个手啊 造成全球的关注 全球是关注没错 但是那是一个效能很低 过了520就没有效的一个握手 那坦白讲那你要跟诺贝尔提名的委员会讲说 不好意思我们提名他的影响力 仅限这四个月期间 那你这个或者说更多一点 好仅限半年 那你这样要怎么说服大家说 我今天这个和平讲的是可长可久 而不是区域性 而不是短时间之内 没有延续性的 我觉得这样子的提名 对大家来讲 你或许没事干的时候 可能会觉得这个还蛮有趣的 那但他没有任何的实际效益啊 如果你今天想要成立筹备小组 你不如去做一些真正有帮助的事情 而不是去锦上添花 或者对一个已经 现在已经卸任的元首 其实他现在的兴趣 应该不在诺贝尔和平奖上面了 他在爬山啊 游日月潭啊 我觉得也许你帮他申请一个 冠名的三铁比赛 搞不好他会比较高兴 对不对 三项田大赛 真的可以去比赛 英九这个铁人大赛 他比较高兴嘛 那大家做一点 比较有影响力的事情 会比坐在这边梦想说 会得到诺贝尔和平奖 来得好多了 委员呢 你怎么看这个筹备小组 我觉得真的是很奇特 诺贝尔和平奖 如果我们看一些名单 譬如说有一个19岁的女孩 巴基斯坦的女孩马拉拉 她是为了那些 没有受过教育的女性 或者是说推动绿色和平组织 等等这些 那你相对而言 马英九跟习近平两个人 这样子惊天一握 就可以得到诺贝尔和平奖 我觉得你把诺贝尔和平奖的 那些提名委员会的人 真的是当笨蛋来看 只能说真的是有人 往这个马脸上贴金 但马不敢自己贴 为什么这样子呢 会被当成一个笑话来看 就是大家都知道 现在两岸的关系 不管是以前到现在 从来没有一天是和平的 如果在马英九执政的时代是和平的话 那请问一下 那时候的飞弹是放在哪里 收到冷冻柜里面吗 是因为蔡英文执政以后再搬出来吗 从来飞弹就是越来越多 并没有测试 对然后马英九跟习近平握一握以后 结果也不是国民党的人 继续延续他的九二共识的和平 所以这样讲出来 我觉得真的很奇怪 可能刘伯伯跟林伯伯 你们要回去看一下很多新闻 大概大家都不承认 就是说马英九有这个能力 更有这个能耐 可以去争取诺贝尔和平奖 那但是我会觉得说 也许国民党里面的人 还觉得说马英九真的是厉害 可以帮他申请看看 那也许可以问问看 那个洪秀柱主席 他要不要背书 也许用国民党推荐的方式也可以 但是我觉得还是回归到政题 第一个他当过总统 他当过总统以后 他们的执政满意度怎么样 大家都知道 虽然刚刚司刚一直在嘲笑说 这个蔡英文总统当选100日的时候 好像这个什么死亡交叉 可是我要强调一件事 今天五个不同的民调团体 来调查所有的执政党 跟在野党的满意度 其实民进党的满意度还是居前 国民党的不满意度 比满意度多了三倍以上 所以我觉得说 在很多执政的价值上面 我们还是坚持 有挫折有挑战 但是我们愿意面对 其实是很重要的 跟争不争取诺贝尔和平奖不重要 更何况诺贝尔和平奖 如果是真的被马英九总统 他或者旁边人来争取的话 我觉得不要上报 如果上报的话 可能都会变成当成是笑话版一则 我觉得这样不好 这样其实是有点委屈了 我们前总统马英九先生 不过其实马总统之前 也得过爱生豪国际和平奖 过去得过这个奖的 还有南非总统曼德拉 德蕾萨修女 前波兰总统也都得过 所以时期你觉得吗 有机会吗 就恭喜他啦 就是希望两位前国政顾问 可以奋力的去争取 可是我觉得对马英九来说 应该觉得很尴尬吧 对